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杨先生29岁 来自湖南各体 女嘉宾杨女士29岁 同样来自湖南 是名化妆师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追着她 对 在什么场合认识的 是在一个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 老乡的聚会上认识的 因为我们俩都是怀化的 都在长沙发展 所以当时吃完饭 感觉也挺有共同语言的 就留了威信 所以以后要在长沙相互照顾 从此之后 她就经常以这种借口约我出去 也就开始主动追求我 怎么了 怎么就不相信了呢 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是在外边租的房子 那个时候她会经常花时间陪我 也会对我很好 但后边她跟我讲 她爸妈身体不是很好 她说让我租到她家里面去 一来方便照顾 后来也为了省点钱 将来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她也考虑的比较周全 也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所以我就答应租到她家里面去了 后来呢 租到她家里面去之后 我就发现第一件事情骗我的就是 她学历上就骗了我 她那个时候跟我谈的时候是跟我讲 她是重点的本科 但其实我从她爸爸口中得知 她就只有大尊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她都骗我 其实周全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追她的时候很难 她的很多朋友啊 亲戚之类的都不看好我们 觉得我的外表搭不上她 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内在去包装一下自己 也不是说是骗你 等于是最多是说一个小牛吧 那房子的事情你怎么解释呢 房子怎么了 房子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开始跟她讲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套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呢 是在老家 我哥比我大 六岁 家里面是这么考虑的 谁先结婚 那个房子就给谁用 而且我们两个实际上是在长沙发展 那个老家那个房子呢 其实也用不上什么 所以我就是打算在长沙买套房子的 你根本就是有意隐瞒 你当时跟我就不是这样说的 她说婚房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我老家给我留了一套 说到时候是给我们用的 她现在跟我说又是这样变卦了 这难道不是有意隐瞒是什么呀 还有什么事她瞒着你啊 还有吗 还有还有很多 其实就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我没有告诉她 她就说我瞒着她 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做交易培训的嘛 当时我们条件还可以 但是后面市场不是这么景气了 我们股东之间又出现点矛盾 所以交易培训我就没做了 没做以后呢 我就也不敢告诉她 因为我怕她看不起我们 那个时候 你交易培训你都没做了 哪还来的钱买房啊 她刚才不是还这么说吗 说准备买房 这算一件很大的事情 关系到我们将来 能不能结婚呢 但是我也没在那里玩呢 我不是坐Post机去了吗 怎么样做的 Post机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投资 投资比较大 但是它回本比较慢而已 赔了是吧 没赔 只是回本慢 又是一缓冰之地 又是一借口 他这Post机的钱都是借的 这Post机这事情就没告诉我 然后借了钱也没有告诉我 借款的钱我都是怎么发现的 因为他承诺我说 年底的时候会去我家提亲 我们家提亲按我们那边的规矩 至少都是要七八万块钱 我早就给他打预防针了 我说你这个钱你要准备好 他说你放心 我外面还有几万块钱的账 没有收回来 他说到时候就用那个钱嘛 所以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 就是一般跟朋友收账 都不怎么好意思说嘛 我认识他朋友 所以我就私下去想 把这个钱要回来 但是他那个朋友跟我说 他压根就没有借那个钱在外面 他那个朋友到借了几万块钱来 给他做破车去 哦 是吗 是 是的 你骗他这干嘛呀 有钱就有钱 没借就没钱的 你跟人说清楚嘛 面子上挂不住嘛 那有什么挂不住的呀 这都成为你老婆人 他要是因为这个离开你 我觉得这种女人不值得留 但是他朋友知道的话 他肯定就会消化我们两个 消化消化呗 你还有什么事瞒他吗 还有 还有啊 因为他这个房子和彩礼钱 总共加在一起二十多万 破车去的生意 不是他回本漫吧 所以我就想了其他的办法 干嘛 我就后面去做 跑滴滴去了 跑滴滴打车 也挺好啊 但是他觉得不安全了 哦 所以我就有一次出去 那次还是生气出去的 就是跑滴滴的时候 要完成任务 每天完成多少单 嗯 第二天我知道 第二天才有奖励 如果没完成那么多单的话 第二天你就算去跑 等于是也是白跑 对你干嘛了 所以我就真的 我就到朋友那里去受苦了 去了吗 你别说 说这是 主持人我跟你讲得清楚一些 他什么都是断场取义 他就在那里讲一半 啊 那天是我要过生日 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我了 啊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出去看电影 他说好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又找什么借口说 要完成多少单 多少单 对他刚才说了啊 对 但是他压他内心就就没有出去跑车 那他干嘛去了 你让他自己说 他内心干嘛去了 喝酒去了 喝酒 他过事你不陪他 你去喝酒啊 打着那幌子出去跑车 当时压力挺大的 而且我也是生气出去的 啊 我也没地方发现 我也不敢和他真面冲突 一冲突就是要闹分手之的 所以我只能出去找朋友去喝酒嘛 然后呢 然后找朋友 找到朋友以后我们聊得很晚 后面他就说你不做弟弟的话 那就现在有一个好的事情 基本上就只要投资一点点 然后也不要什么租金 就要我去干一个超市的事情 投资 入股 啊 做了吗 做了 现在哪来的钱呢 然后就没钱找我父母要了 但是他们也没有 后面我就只能 因为这个是稳赚不亏的生意嘛 我不想错过这 赚不亏的生意 对 哪来的钱 父母没有 我就把我那个车去抵押了 车也抵押了 他现在负债那么多 你把车 唯一的资产把车都抵押去了 都没跟我讲 那天还好是我听到他哥哥 就是跟他妈妈就说这个事情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生气 就跑去超市去质问他嘛 就看到他跟他一群狐狐狗友 在那里玩游戏 玩得挺嗨的 本来我就心里就憋着 一肚子的气了 所以就把他手机抢过来打地上 所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还动手 他打你啊 当时也是情况不一样嘛 当时其实我也是 我们也刚刚忙完 就在那里休息一下 他刚好他又进去了 他进去把我手机摔了 而且只是我鼻子骂 骂我的朋友也骂我 我实际是忍不下去了 忍不下去 这也不能作为你打人的理由 大体脉络我知道 我还有几个细碎的你想问一下 在日常生活里 他对你照顾的细致吗 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 不过那个时候呢 因为可能时间短也看不出来 那时候他可能经济状况也好一些吧 那时候会经常陪我 会给我惊喜 但是到他家了 完全是天壤之地 我是做化妆的 在外面一直是站着弯着腰 我很累很累了 但是回到家 我能帮的 我都会帮 他干活吗 他就是不干活 所以我心里才不平衡了呀 今天你来是觉得 他骗了你这么多 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 在瞒着你是吧 他骗了我那么多别的 我还能相信吗 我就觉得 哦 明白 这段情感 录像何方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如果一段爱情当中 都没有了坦诚 那这不叫爱情了 对于男嘉宾来讲 我至少听到几个 最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关于有没有房子 你是以骗的方式 第二个工作的问题 你不敢直说 你也以骗和隐瞒的方式 又隐瞒了 但是我觉得 我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呀 你所有做的一切 我是想等着 我的经济上了以后 我再跟他讲这些事情 你所有做的一切 是因为你认为 这个女人有很高的要求 而你并不是能够达到 他这么高要求的男人 所以你其实在够他 你够得很累 如果他的要求 只是比你自己的条件 或者比你自己能力 稍微高了一点点 你可能卯足点劲 你还能达到 但是好像我听到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认为他的要求 你根本连跳都跳不上去 所以你要这段爱情做什么 我想每个人 至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总得有一点知道 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什么是应得的 那同样换过来 对女孩也是一样的 我能够试想在当天的场景 人家可能会说 这个是杨老板 做生意做得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他又夸口 某某名牌大学毕业 又做教育培训工作 然后再加上他说 你看我老家还有婚房 所以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就认为他是可以依靠的 但是试想过来 你到底爱的是他这个人 还是你爱的 他是一个有钱的杨老板 如果你爱的是后面一种身份 拜托现在不是 那你考虑 你要不要嫁这样的男人 如果你只觉得 我就是爱他这个男人 他虽然在骗我 但是他很踏实 他也只是在为我考虑 那好 你就今天踏踏实实地 爱这样一个人 考虑清楚 做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 好 谢谢 我能直白地 指出你最大的问题吗 可以 你很自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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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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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骗的装傻充愣 他骗不骗你你不知道 我们说欺骗者之所以能够欺骗成功 就是因为被骗者在谎言中沉醉 你又不是不清楚 很多事你也清楚 其实你也骗了他 你没有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质疑 怀疑和不安全 他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脸上露出的表情 代表着他背后的是恐惧 慌张 还是在外面遭受了一些什么 你不清楚啊 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 好歹生活了这么久 你是一个爱他的人 你难道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吗 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一些什么吗 不知道你不会问吗 不会问你不会后面去看吗 去观察吗 自己自欺欺人 同时又把赌注放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 结果就造成了你今天这样的结局 你今天应该很清楚 你是被他用钱砸来的 你们之间有真感情吗 你是被他用一个一个的谎言 把你给砸回来的 而至于男人 如果这次他再没有戳穿你的话 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呢 这种女人带出去有面子是吧 一点面子都没有 你在外面可怕坏地也好 干什么也好 这所有的一切你之所以不敢告诉他 是因为一旦告诉他 你会知道他会对你大发雷霆 而并没有所谓的关切 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 看见这样的情路 我是最不想看见 太脆弱 压根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情感 我以前说过一个例子 所以有人问说什么是生活 大师说生活就是呼吸 呼是承担 吸是所指 如果只吸不呼 像你这样就会撑死 如果只呼不吸 最后就会被累死 就像他这样 一家人在一起 爱人在一起 是同呼吸 共命运 而不是一个吸 一个只会呼 就这样 流泪是因为委屈啊 还是因为说中了 可能老师都说到我心里 哦 说中了就什么都别说了吧 黄金六十秒 老婆 其实我所有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将来 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以后我们还是 有什么事情 好好的商量 好好的沟通 我也不去为了面子 去做那些虚伪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考虑一下 最相信我最后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你说你早这样多好 欠多少万点 十几万吧 十万 没有其他的说谎了是吧 就是除了这 还有在瞒他的吗 没有了 好 谢谢两位请回 来请关门 来看看这一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我先抱贝一下 这样的感情我不会祝福的 我先行离开 姑娘 问你个问题啊 是真实的决定吗 他只要不再骗我 只要他真诚 我愿意陪他以后一起努力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好好 太好了太好了 其实这一幕 我倒挺愿意祝福的 只要有真情在 一切都能度过 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来有请 谢谢你 来 让我们来见证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我爱你 我以后永远都不会骗你了 相信我 我们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很好了 我们一定要过得好 过得辛苦 药保湿 易备湿 这个礼盒还要送给你们 除了保护自己的皮肤之外 还要好好呵护自己的爱情 谢谢 祝你们幸福啊 如果是真爱的话 谢谢你们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